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没有人进来稍等一下 OK哈喽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啊 今天是春夏的大航海直播间 我们稍等一下等一下还没来得及进来的粉丝朋友们 我现在呢就在一星排练的地方 看一下 这个是为我们准备的一个休息室 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 这个其实是我们最近刚刚寄给一星的一个礼盒限量 现在呢其实已经在我们的天猫旗舰店有售卖哦 哇哇哇哇大家的刷屏稍微慢一点 我快看不过来了 对了一星的新歌Honey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被这个旋律洗脑 被洗脑请光速扣1 然后除此之外呢 那个斗腿舞 还有那个垫瑟舞 这是大家最近是在疯狂学习的两个舞蹈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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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哦 你们是觉得垫瑟舞更难还是斗腿舞更难 一星呢一星马上就到 是的都难都难 主播也觉得都难 而且除此之外哦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我们这边刚刚听到他们说这次的演唱会舞台是 沉浸式舞台 大家有没有很期待 对的沉浸式舞台 知道了知道了好的好的 所以说我知道太晚了是吗 OK那我们接下来继续 好了大家都这么想看一星的话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前走 看一下 又有我们的产品 哇这个已经用了蛮多了 看来工作人员很认可我们这个一抹化水的保湿乳 好啦这边就是一星排练的工作室 我先来看一下 其实他们现在还在紧张的排练当中哦 张老师好 大家有没有听到 我给张老师洗礼而坐那我也跟张老师一起洗礼而坐好了 张老师您好 张老师可以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吗 您好 OK好的那我这边就直奔主题了 就先问今天粉丝特别想知道的关于张老师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首先呢其实是张老师全能艺人的这个身份 其实大家已经是不用再多说了 特别是这次哈尼的新作品中 张老师呢既是一个全程主理的一位制作人 同时也是歌手 同时还是 当然听了呀 就全程主理非常的洗脑 还有那个嘚嗦舞 但是我肢体太僵硬实在是学不太会 所以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在这么多身份中啊 张老师觉得哪个身份最有挑战性 或者说你觉得做起来最过瘾 最过瘾应应该还是歌手吧 歌手是吗 也是的确的确是这样 因为张老师每次在音乐上的表现 从来都是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那既然提到了 哈尼这个新作品的话 那我们就要拿出今天为张老师准备的第一个小惊喜了 这个其实是我们 你还冲击一起直播吗 啊对的 张老师留意到的这些点是吗 这个其实是今天我们在长沙做的音源快闪的时候 粉丝朋友们准备的一小段视频 希望张老师能跟我们一起看一下 谢谢 对这是今天我们今天的一场应援活动 有没有感觉到粉丝非常非常的勇气 对 对其实很短的一段张老师有没有觉得这个很亲切 也谢谢张老师这边 那其实我们其实很好奇啊 我们其实非常的好奇 这次哈尼不管是音乐风格也好 还是我们这个特别的德索武也好 他的灵感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 灵感来源就是想做一些比较trap的东西 然后就在LLA里面遇到几个producer一起做这个 灵感来源应该是来源于粉丝对我的爱 啊粉丝对你的爱 也的确我们能够从这个音乐中听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音乐风格也好 也好在进行一个非常非常有火花的一个碰撞 对对对没错 在拍这个MUZVD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这个用不用女主角 就是在MUZVD里用不用女主角这个事儿还有很大的争议过 是啊 我们也看到那个MUZVD里有非常精彩的一段solo 就是有直径麦克杰克森的那一段solo 对然后我们也是看了 这是freestyle 哦是freestyle 哇不愧是我们的 人体节拍起脚 那一段真的是非常让人respect OK 那另外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次我们的这个巡演的名称嘛叫大航海 对然后我也有听说啊 这个其实是延续了我们上一张专辑 孟不落雨林里的一个大船的一个概念 哦是 是然后我想替所有关注这次演唱会的一个粉丝朋友问一下 这个大船到底是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哦其实这个大船以前就出过 这个是时间嘛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去不复返的东西 还有一个是时间也可能是年龄 啊明 啊明白所以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其实张老师为了这次的演唱会真的花费了非常多的心血 也就是从很久很久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筹划了要做这一次的演唱会 对吗不是 我是希望是出完四张专辑以后再看一会 但是我们就提醒了 啊明白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今天春夏品牌还为张老师准备了另外的两份小惊喜 那首先第一份惊喜呢其实啊一方面是给到张老师的惊喜另一方面也是给到粉丝的一个惊喜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有发起一个一摩化水心愿卡的活动 我们有在线上征集大量的粉丝想对张老师说的话然后我想对此次大航海演唱会说的一些感想 所以现在呢都收集在我们的这一个抽奖箱里 就把抽奖箱拿过来因为东西比较多的关系 OK这个上面其实是粉丝想对张老师说的一句话 那个张老师要不要我这边拿过来把这段话念下给粉丝们听 好的好的那张老师对于这段话有没有什么感想想对粉丝们说的呢 其实就是我希望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有出量的 每一个作品都是有质量的 然后也不让就像我的歌迷朋友啊失望啊 然后可以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 然后可以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这就是我有一些做事的整个标 日经目的标 好的那我们也恭喜这位幸运的粉丝啊 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另外的一个惊喜就是 我们知道张老师排练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给到张老师 然后也希望张老师能够喜欢 好的好的那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能够来拜访张老师 看到张老师的一个排练过程 那我们也不打扰张老师继续排练好不好 各位粉丝啊也祝张老师我们此次的大河海巡回演唱会能够一帆风顺 那作为我们品牌方的话也希望各位粉丝能够继续 欢迎关注我们品牌张老师的演唱会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张老师 啊 快快快